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刘医师 继续为大家讲解超级绩效2 的读书重点整理跟心得分享 第七章 如何与何时买进股票 下集 敬请 买进此书 收藏反复阅读 突破 基本上突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点 那为了提升胜率的原则上 他作者是建议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要注意那些回档修正幅度比较浅的股票 也就是如果 修正幅度太深的股票呢 不见得他涨了回去因为前面会有很高的很多的卖压在那边 那价格回档的幅度 作者是建议是10%到35% 尤其是修正幅度越浅 这代表这档股票越没有人愿意卖 那太深就比较不好 那股价修正幅度如果超过大盘同时期的修正幅度 的 2.5到3倍呢 就建议避免介入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最近一个月假设大盘 修正了5% 可是呢你的股票呢是 修正了 15% 甚至是 15以上 那这样子的情况 这张股票 就建议你 不要碰 这是作者的建议 之后大家就会 作者就 大家会听到 相对强度这件事情就知道了 那 再来呢我读了读书读了这两个章节之后呢 其实慢慢体会到 作者常常讲的底部 他说的底部 其实应该 我认为 应该是把它翻译成 一个 横盘整理区间 这样一个名词 会更好 那 那 作者 提到 大赢家也就是 好的股票 强势的股票 他就是必须要创新高 那创新高必然 就是一个突破 这是 没办法 他 他要 他只能突破过去的高点 才能够有新的高价出来 这是 所以 一档各股在成就一个 未知的未来的时候 他势必要有一个突破的表现 而 价格是最真实的存在 眼见为凭 那 这是一个强调啦 强调 你不要因为 觉得很贵了 因为 之后还会更贵 那 所以呢 就是 你不要管 你内心在想什么 你要看的是你的眼睛看到什么 那并且呢 常常都会出现所谓的个人的意见 反正你一定会问问朋友嘛 问问同学嘛 他们买什么股票啊什么的 或者是说 最近某某 那个 大型投行 发表了什么样的看法 比如说 前几天还蛮热门的 就是 有投行说 哦 那个面板股 太便宜了 结果他事实上是卖 然后隔天又说 说他不好 调降 结果他又是买 也就是说 那些 任何专家的预测 也都是 假的啦 就是你都不要管他 你就是注重在 价格 价格才是最真实的存在 那 突破呢 创新高的股票呢 基本上是海阔天空 上面没有 套牢卖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是 很多 老师 非常好的老师 都是这样教的 那 这个章节 提到了一个 相对强度 RS 这个相对强度 其实他讲的是 是指他跟大盘之间的一个 强 强 强度的一种变化 而且是在他的族群里面 相同一个族群里面的股票 他又是相对的强势 那 基本上他的相对强度的定义 这边 术本上已经写得很清楚 是这家公司的股价 跟整体大盘之间的价格的相对 的排序 就是 相对强度越强就代表 他在 大盘比如说像台湾 台湾股 1700支 6700支的股票 这么多支股票里面 他如果相对强度很强 就代表他是排名 很前面的股票的意思 那是相对整个大盘来说 那作者 这边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是他的RS的排序 还有以及他RS的线 以及 股票本身的技术行为 那他作者呢就示范了好几支股票 那我 把他拿出一张股票来 一张一档来讲 他说啊 你看这个股票 大盘在往下 杀的时候 其实他的相对强度 是往上走的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 抗跌的意思 当别人 大部分人往下跌的时候 他已经 慢慢的已经不跌了 他自然他的相对强度 就会提升 对不对 那甚至呢 越走越高 就代表他走的 又比别人强的意思 这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相对强度要高 再来 他的相对强度的 这个曲线 也要比别人强 就是要 越来越强 这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看他实际的股价的变化 第1个呢 股价呢 一开始是怎样 手先见底 他先见底 大盘还没有完全见底 大盘还在往下走 然后 他比大盘先见底 然后 比大盘开始提早先上涨 那注意看 在我特别画框框 就是你看 在同一个时期 同一个时期 这段时间 大盘还在见底 对不对 那他 因为他大盘见底的过程 其实他 这就是所谓的 覆潮之下无安卵 常常在大盘在跌的时候 其实也还是会有拉回的迹象 但是这时候 他其实已经先涨一段了 先涨一段之后呢 他已经做出了一个 所谓的上升趋势出来 有没有 大家有看到吗 这边做出一个上升趋势 已经开始有上升趋势的过 味道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大盘已经正式落底的时候 其实 他已经 即将 要准备要创新高了 有没有 他很快的 又往上走 继续往上走了 所以这档股票 就是很重要 所以 大家注意 我再强调一次 作者说 第一个 你的相对强度要比别人强 对不对 要比大部分的大盘的 大盘子的成分股要来的强 再来第二个呢 你的RS线呢 是持续往上走的 也就是他 一直维持的强度 而且越来越强 再来呢 第三个 他股票本身有一个所谓的技术行为 这是作者有讲的 之后就会 这个章节的后面就会讲很多技术形态 这个你看他修正完之后 打完底以后 就开始又回复往上涨的动力 这是股票本身的技术行为 那 领导股 首先见底 刚刚其实在上一张投影片我已经讲了 领导股他会 首先见底 表现 然后这个是在 超级技巧11里面的 一张图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 第一个领导股他会比别人先见底 也比别人先上涨 那上涨的幅度也比别人高 那落后股呢 他比较晚见底 可是呢 也比较晚 到达高点 但是呢 这个幅度 涨幅 就比不上这个领导股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多头市场是这样 空头市场是这样 表现最好的股票 就是所谓的领导股 他们所创的行情地点 会比大盘来的早 但是大盘落底之后才展开 新多头市场的 最初的这一年 然后表现最强劲 而且创新高的股票 就是 真正的市场领导股 所以 你要去找市场领导股 就是这样找 就是 从大盘正式转多头 以后 的一年内 你看标最凶的那一支 那个大概就是领导 他的定义就是领导股 所以 我们要 作者他建议他挑的股票 是这样 他的relative strength 就是相对强度 都是 名列前茅 而且他的S线 长期是一个上升趋势线 上升趋势 那你看 一样再重复讲一次 大盘开始在衰退 可是他已经 往上走了 有没有 那实际上呢 这档股票怎样 这边 他在这边 到最底部了 大盘还没到底 对不对 大盘还没到底 他在 这么早的地方就已经见底了 之后呢 他就开始 走他自己的路 那在这里呢 已经 慢慢的已经 这边是下降趋势 在这边开始 反弹之后呢 来一个整理趋势 然后之后就准备要往上攻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盘是在这里还见底 而他在这里 正式的往上攻击 所以 这也是 相对强度的一个应用 那首先 作者问到了 首先应该买哪 买进哪种领导股呢 作者 自问自答 取决于他的强度的表现 大盘呢 从股底翻升的时候 你要怎样 买进 最先向上突破盘增走势的股票 最先向上突破盘增走势的股票 那 他一再强调 个人的 看法 永远比不上 市场的 判断 比不上市场的智慧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不要用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想法 去 认为哪一支股票才是王者 或认为哪一支股票是最好的 这都不对 这种行为是不对 就是你要抛弃个人内心的成见 你要抛弃什么 这一支没有 连听都没听过 这一支是什么什么 就是 反正你个人的一些意见 通通都不重要 重点就是 它的价格表现出来的 实际的行为 它的价格一定 有人出这个高 这么高的价 一定有它的价值 之所在 所以就是 你要相信你看到的这个价格 那依据市场表现 的那个强度的表现来决定 也就是股价 这档个股的股价 的强度来表现的决定 那不要想 你的看法是什么就对了啦 你的看法觉得 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 然后呢 你要观察去找寻 符合条件的候选股票 就是说 在刚刚讲的那些条件底下 比如相对强度啊 然后 强度趋势线啊 然后还有 它有没有一个向上突破 脱离 脱离空头啦 或者脱离盘整的这个迹象啊 就找寻这些符合条件的候选股票 然后按照 突破的顺序 陆续买进 就假设你钱很多啦 比如说 一开始你发现有一档先突破了 你就买它 然后接着 因为多头的时候都是这样 它不会只有一只股票冒出来 它一定是陆陆续续好多只股票都冒出来 所以它做的意思是 空头转多头的时候 你就是做这个动作 一旦开始发现多头 开始在转空 空头 对不起 空头转多头 对不起 我有点想睡了 空头转多头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去寻找 优先突破的那个股票 但强度也是最强的 就是 先买它就对了 陆陆续续买进 好 封闭涨势 我们称之为金金涨 就是 多头市场 展开的最初几个月 大盘拉回整理的时间都很短 比如说 这是去年的COVID-19 掉下来 这边形成一个短 很急 又急又短的一个空头 这空头走势走完之后 它很快的 反弹 重新 从这边开始几乎都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那 你看喔 从这边到这边基本上大盘几乎没什么休息 勉强说这边有一点点休息 休息一个三四天 可是之后就休息不到一个礼拜 他很快的 就一路一路上来 几乎没有什么休息 一直到这里 才到了一个所谓的中期的平台 休息平台 有没有 之后过了中期平台又来了 又一直往上喷了 当然这是今年台湾特别强 这台湾实在是今年表现得非常好 应该说去年 好不好 那 所以 他的意思说 刚开始展开的时候 刚开始展开攻击的时候 从空头转回多头的时候 其实 大盘大回的事情很有限 那 所以很多人就想要做到反弹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在这里 获利很丰富 好 那什么样的多头是 还是可靠的涨势 就是 越来越多股票 就是你在观察 越来越多股票呢 这些股票都是发现什么现象呢 都是有出现所谓的 价长量增 价跌量缩 这种现象 然后有些 比如说建权 有一些底部出现 横盘整理出现 然后之后又突破又往上 又横盘整理又突破又往上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标准的多头的形态 那还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 多头的确认讯号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创52周新高的股票 跟 创52加 新低的股票 这两种 创新高的 加速也多过于 创新低的 也就是 最近这一年里面股票都在上涨 加速比较多了 那 还在创新低的股票越来越少了 这是一个 很可靠的一个 多头的一个表征 好 那我 应用 就应用 作者的说明 然后我们来 找一档股票 我们回顾一下这张股票 跟大盘的这个相关性的变化 这是大盘 上面这张图是大盘 下面这张 这张图 是另外一档股票 也就是 之前 安纳金前辈所说的 领导股 那我们来看看 他是否 具备领导股的特质 好 第一个 大盘在下跌 跌到这里 他其实也差不多跌到这里 但是他跌幅相对是 比较浅的 你看大盘 都已经灌破年限 然后还往下刹了一段 他直到年限就直跌了 有没有 所以他第一个他跌幅比别人少 第二个 他上涨了 大盘上涨他也跟着上涨 可是 他在这一天 就突破了前高 可是大盘到 隔了一个多月之后 搞不好两个月 他大盘才创 创下 之前的新高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从这一档 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他领先大盘 所以他的涨幅 从800多 66 我记得好像是 600多吧 6700 你看最高一度涨到快4000 3600 3800 然后这样的话6倍 可是你看大盘 是从多少 大概从 9000吧 8800 涨到 17700左右 也就是大盘涨到大盘了一倍 可是 领导股竟然涨了6倍之多 所以 为什么作者很强调要买 领导股就是这个这个概念 接下来呢 如何买进股票的 接下来都要讲的是一些形态上的概念 还记得上上一次我讲的 上一次这个章节讲的是VCP的形态 现在讲的是 3C 接下来讲好几个形态 大家好 尽量揣摩学习 但是其实我觉得看久了大同小异 都是这样 这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好 第1个 3C形态 什么叫3C呢 就是Cup Completion Cheat 中文翻译成 悲壮完成作弊 形态 翻译的怪怪的 好 那作者说 交易者 如果想要买进任何股票的最早的买点 就是 3C形态 买进任何股票的最早买点 那作弊的买点则是出现在悲壮的中间的三分之一或下段的三分之一 那 没关系我们继续念了 关键呢 是 我们要辨识什么 辨识股票 股票有个打底 完成 然后又展开新的 上升趋势 那这个过程其实它都发生在所有的第2阶段 这整个第2阶段里面才有的 这样才算是有效的 你不要把它当成在下跌阶段的时候 你把它套进来 你会死得很惨 好 那这个过程 这个3C形态的过程 这个打成3C的过程当中 你要成交量萎缩以及价格波动变少的变化 那他说 这个3C形态很像 所谓的杯状带饼排列 等一下就会想到杯状带饼排列 好 那3C形态的先决条件是 股价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他是说3到36个月 他这个实在是 variation实在太大了 变化度太大了 这很难很难说 所以 我们不管这个 大家是不是说 在过去 你就说至少半年好了 好不好 至少 至少 一季到 半年 这个股价必须要上涨 25%到100% 所以你看作者根本没有叫你买 便宜的 都是叫你追高的 那这个股价向上发展 必须在 股价必须站在 向上发展的 200 天移动平均线的 上方 这个我记得在上一章节也特别强调 如果他跌破年限 就不要看了 那 所以我们要挑选的股票是 年限 200天移动平均线往上走的股票 那这边示范给你看 他说 大盘往下跌 大盘一直往下跌 可是这张股票竟然怎样 它是一路往上涨的 一路往上涨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他相对强度一定比大盘好了 这不用讲 那再来呢 什么叫做 37 他的意思说 这边有一个 随着大盘下沙 随着大盘下沙 他也跟着下沙的一段 下沙完之后 他开始进行反摊 反摊完以后 反摊以后呢 有做一个 横盘整理 杯状带饼的感觉 像一个杯子加一个手柄 杯子加手柄 然后再突破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这就是 3C形态 是这样 那作者这边来解释 刚刚讲的所谓的 3C形态 就所谓的 杯状完成作弊形态 那我们来看看 这边是一个杯状完成作弊形态 他的作弊点 其实应该在这个点 应该在这里 这个点其实还没有创之前的新高 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他已经 把这边盘整区已经突破了 来那我们看看 他说什么叫作弊 我们来听听看 他的作弊 他说第1个 他一定要有一个变 他是整个过程叫做3C形态的作弊 第1个 他要有一个下降趋势 随着大盘上刹下来以后的 中期 的修正 这中期修正可能 一两个月 一个多月都有 不短 一个中期的修正 修正完之后 来一个反弹坡 有没有 来个反弹坡 反弹之后 他走一个横盘整理 这所谓的停顿区 这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峡湖盘整 他这个地方叫做作弊 因为他这时候还没有怎样 还没有完全上去 对不对 所以所谓作弊就是 你可以找一点点买的意思 那 他甚至觉得 这有些时候还会再撒下一点 破了这个横盘的地点以后 再往上走 他说这个 这种叫 他喜欢这种洗盘 他比较喜欢 因为这个 大家都会看嘛 你也会看我会看 大家看久了大家都会了 所以 跌下来的那一刹那 有的人就会判断 啊 这就是空头了嘛 头头地了嘛 对不对 可是 你当你这样判断完之后 很快的他就站回去了 那你 因为认为他空头而停损了嘛 停损完之后 完了 你就被洗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要洗盘效应 然后之后呢 这个低点 这个位置呢 突破这个横盘的平台整理区 这个突破 这个就是 买点啦 这是说的说的 3C 杯状 杯状 带 杯状 杯状完成作弊形态 真是拗口 杯状完成作弊形态 就是这样 像一个杯子 其实有点类似杯状带饼 很像 好 那这里呢 我刚好找到 又找到一档股票 他就这样 你看 这是 之前的第1阶段 还在横盘整理 后来开始 进入第2阶段 开始上涨 这后面都是上涨 当然这都是事后 诸葛在说话 但是不管 我们来看看作者 说的那种 是怎么样 上来之后呢 他做一个 修正 整理 又修正一次 再上 最后这边 好像 在这里你会觉得好像要跌破了 我这边有画一条黑线 这个就是 跌破了之前的一个低点 这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洗盘的动作 可是注意看 这段时间怎样 都是亮缩 所以 在 开始上涨之前 这个横盘整理 大部分都是有亮缩的变化 之后 重新站回去 然后 大概在这一两天 他就突破了 前面的高点 那 不管 也许你可以买在这一根 或这 这两根 就这几根 大概就是你的买点 那这个就是 突破了 然后之后 就上去了 后面就上去了 但是问题是 你要有这种信心跟信念 你才能看到后面这样的 波澜状况的 大行情 好 再来讲到低位作弊 那 作弊排列 是发生刚刚讲的 是在 杯状底部的最下端的三分之一处 这是 偏低的位置 在作弊的 那 他认为 这个风险比较高 因为其实 骨架可能还在往下跌的 机会也可能比较大 但是问题是 如果 你在 我们家的狗 生病 不太舒服 他 因为他 他还没有 呈现 他现在还在属于修正的格局当中 所以呢 他会不会突然就继续转空 也有可能 所以他所谓的风险比较高是 这种成功率可能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他的获利潜能会比较大 因为你的进场点比别人 是算是相对低一点 等到你再涨上来一点 你大概就 看出来 他大概要往上走 这时候你的 利润会少一点点 但是安全性就高一点 作者是这样子玩的 他就是低位作弊 在低位的时候 发现有机会作弊的时候 他就先买一点点 然后 之后 发现股价真的如他预期的往上涨了 他就继续陆陆续去加码 但是如果 跌破了呢 当然就要停顺 这是要小心 那 作者说他喜欢用低位作弊来操作大型股 为什么 其实 因为大型股本来就很牛 你想想看合理吧 大型股本来就涨得比较慢 所以他就是要 趁着他 因为大型股 如果没有低位作弊 你要买突破的话 你大概赚不了多少钱 那大型股就是 他涨得慢 所以你要 真的要超 有点要超底的味道 你要买在相对低点 才比较好赚 但是作者有说 如果你是操作 新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他的价格 不能低于上市的通销价 他有讲 他说你要玩低位作弊的时候 不能 新上市的股票是不可以跌破的 那这边就讲 讲了 有一档股票你看 刚上市没多久 上来就冲上一波 然后怎样 又下沙整理 整理完之后 大家可以稍微 瞄出来 这边是不是看起来有点 像一个小箱子 一个横盘整理 压缩 这时候 注意要搭配 这个量要怎样 要小 同一时间的量要小 这时候 在这边就是 你可以买的点了啦 他意思说这边 这个你看他这个下来 上去了 有要上去的味道了 你就可以 低位作弊买 但一旦突破了再加码 这一路往上买就对了 这代表这个 这个形态被你猜中了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前提 有两个嘛 第一个 他修正整理的时候 怎样 量要缩 对不对 然后 还是有一个 小的平台 那这个 这个档是新上市的股票 你看他没有跌破成销价 完全符合作者自己所说的 好 那接下来讲 梦幻形态 其实也就是 悲壮带饼形态 那还是一样老话一句 你看 他的相对强度很强 空头市场的底部在这里 这是大盘的指数 空头市盘的底部在这里 可是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跌 然后继续往上走 你看 他 他先前的股价 就是一直上升 而且是优于大盘 那随着大盘的一个 利空 他也被压下来 压下完之后怎样 他也很快的又怎样 又弹上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也形成了一个 那个 小的平台整理区间 而且甚至你看 他是不是还跌破了 这个平台整理 这是作者很喜欢的 所谓的 假跌破啦 也就是 他的跌破是用来洗盘的 洗完盘之后 再来一口气就拉上去了 这个你看像不像一个杯子加一个手柄 这就是杯状带饼形态 对作者来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梦幻的形态 好 下一个 双重底形态 双重底呢就是 两个 就是 两个V 也就是大的W底 好大家续续看 那 你看这张股票 他的RS线呢 也是 持续的 偏高的 那甚至在这里创新 新高 然后你看在这段时间 大盘是在 往下 拉回的 他在这里呢 做了一个 打了一个底部 又打了一个底部 而且他甚至第二个底部还比前一个底部还低 作者奇怪 我也不晓为什么 他就喜欢这样子 他认为 你把他想象它是一个W 然后这右边的这个W的这个角 还更深一点 这个呢 他认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洗盘 确实啦 如果是我 我大概在这边 一定会停损掉 搞不好 甚至是放空它 如果我有本事的话 这看起来是一个 在右边还没出来之前 不就是一个M头吗 M头要跌破前低 当然是要 放空啊 不是很正常吗 这很正常的行为啊 对不对 谁知道呢 很快的又弹上来 甚至是跳空上来 对不对 后来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形成一个 大的距离差 小的距离差 就是典型的VCP性质 这边有个VCP Compression之后 突破 这是一个好的买点 好不好 所以其实他讲的是 这也是一个双重底 但是双重底 强调的是 他有 破底之后的一个洗盘效果 之后就回升了 回升之后呢 就是你要注意要买的 然后再来讲 强劲攻势 也就是高手骑行 高手骑行 然后他说这个你一定要会认是因为 他说这是 会走成这样一定有 蕴含的很强大的动能 这个排列完成之后呢 在短时间 最短时间内会爆发最大的 走势 那他说 你用周线来看 周线来看 会发现有 三到六个月相当 三到六周 的横向整理 而且是排列非常紧密 也就是说 他的阵幅不会很大 然后 整理了三到六周之后 突然之间又往上攻了 然后他说最好的这种攻势 不会是在最末端 不会是已经做了好几波了 通常是在 整本来很平静的第一期 突然之间 就爆量就上涨了 那这种 是很强劲的攻势 那几档之后他马上就 不是之后马上了 几档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就要横盘整理 而且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幅度修正都很小 那修正 这个盘整区可以 10天到 45天 好这是作者他的范例 你看 这相对平稳 他开始往上涨了 对不对 然后 往上涨之后呢 这边是爆量 爆量之后呢 进入所谓的横盘整理 刚讲的 爆量上涨之后进入横盘整理 之后呢 他就 准备要再买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 在同一个时间点 你看这只股票 纳斯达克是在这边创新低 可是他是在这边横盘整理 几乎没有什么跌 所以很抗跌 对不对 好 那以上讲了好几个 买点的选择 技术形态 愿善良 记忆力跟智慧与你我同在 谢谢你的聆听观赏